在中国到访之际,马来西亚表示要申请加入金砖组织,这件事在网上反映比较平淡,但考虑到眼下惊涛骇亮的南海局势,以及金砖组织在西方政治生态中的特殊定位,就犹如一记响亮耳光的耳光,打在美菲脸上。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,金砖国家是一个什么组织?五国中学历史和政治教材上的定义,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类组织,想必大多数人也是这么看的,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看来,金砖国家在俄乌战争后,就超出了经济类合作组织的范畴, 成为了挑战以七国集团为领导的一种新国际秩序,未来的世界格局将重回两大集团对抗的时代,但与美苏冷战不同的是,新的集团对抗,不再是围绕霸权的对抗,而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力量,与七国集团为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之间,为争夺经济化语权和发展权的对抗。 他们有这种想法并不奇怪,国际组织的定位,跟时代背景息息相关,美苏冷战时期,军事和地缘政治对抗是大方向,所以化约和北约是两大集团对抗的主要表现形式,而在全球化时代,集团对抗的大方向,变成了产业链和经济安全,G7是守旧帝国派的经济集团,金砖国家则是新兴力量派的经济集团,故此在美西方看来, G7与金砖国家的对抗,就是当代两大政治集团的对抗,而对抗的结果将决定国际秩序的重塑权和主导权。 阿根廷为什么在收到邀请后,又拒绝加入金砖国家? 答案就在这里,因为加入金砖国家,就会被美国视为跟中俄一伙的,而米莱还指望被美国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贷。 其实不止美国,就连很多发展中国家,都把金砖看作抗衡西方的希望。 比如金巴布韦房长昨天就表示,金巴布韦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, 坚信金砖国家有潜力通过挑战西方大国的单边决策,和促进更平衡的全球格局,来抗衡西方大国的主导地位。 注意这句话的前缀,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,这说明金砖组织能够重塑国际秩序,终结美西方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已经成为了国际共识。 除此之外,俄罗斯的最新表态,也进一步加深了西方关于金砖国家集团对抗的定位。 6月18日,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,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布科夫,在谈及俄方对金砖国家集团进一步扩原的愿景时,立下一条规矩, 任何寻求加入金砖集团的国家,都不应该参与非法的单边制裁。 他还强调这是俄罗斯欢迎新成员国的关键标准,金砖组织奉行成员国决策一致性原则, 任何新加入组织的国家,都必须得到成员国的全部同意,缺一不可,这也就意味着不参与对俄单边制裁, 不仅仅是俄罗斯的条件,也是加入金砖组织的门槛,否则俄罗斯就可以使用一票否决权,类似情况并非没有先例。 2022年,跟伊沙六国共同寻求加入金砖组织的,还有阿尔及利亚, 但印度因法国的要求,动用了一票否决权,阿尔及利亚未能遂愿,拜登这届美国政府反而有点魔争, 他们已经把是否参与对俄制裁视为战队的风向标,加入对俄制裁就是战队美国, 战队西方,战队正义,不加入则是战队俄罗斯,战队邪恶, 打击报复在所难免,比如印度在两年前明确拒绝参与对俄制裁, 美国一怒之下,就下令中情局重启肢解印度的计划, 试图在孟加拉国、缅甸和印度东北部扶植并建立一个亲美国家, 2023年5月,印度曼尼普尔邦的宗教矛盾升级, 同时关于这一地区独立的声音也越来越大, 美印关系有多好无需我赘述, 但美国连印度都忍不了, 不配和美国不制裁俄罗斯就往死里搞你, 甚至还要分裂你, 更何况其他国家了, 但即便有印度的血泪教训在, 马来西亚还是要申请加入金砖组织, 这说明他们下定了决心要跟美国分道扬镳, 不怕美国报复, 这对于那些还在观望的国家是一种极大的鼓舞, 当然国际交往无力不蹊躁, 只有当加入金砖的收益要大于风险时, 马来西亚才会有勇气迈出这一步, 第一个收益是中国能帮助马来西亚, 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,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, 大马的经济一直有点不温不火, 属于笔上不足, 笔下有余那种, 尽管从马哈蒂尔到那几步, 几任总理都想尽了办法改革, 但始终没啥起色, 安瓦尔上台后, 把宝都压在了半导体产业上, 立志将大马打造成亚洲半导体产能中心, 大马是全球芯片测试, 封装和被动原件的主要市场, 作为扎根东南亚的半导体供应链枢纽, 全球半导体贸易总量的约7%流行该大马, 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份额占比最高的, 向产业链上游越迁无可厚非, 但能生产是一回事, 卖得出去又是另一回事了, 当前全球半导体产能趋于宝和, 东亚、北美、西欧等成熟市场都被瓜分殆尽了, 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、中芯国际、格罗芳德, 这几个巨头疯狂内卷, 胜利军进去连死字怎么写的都不知道, 因此大马要想打开芯片的销路, 最好的办法是做发展中国家的下沉市场, 但前提是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发展得起来, 不然哪有钱消费, 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依赖两个纽带, 一个是以输出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, 另一个是以高质量经济发展为宗旨的金砖国家, 而这两大纽带都由中国在主导, 第二个收益是据美元化, 金砖是第一个公开提出据美元化, 并有着明确章程的国际组织, 这是第三世界将其视为抗衡西方集团, 唯一希望的根本原因, 而金砖国家的十大成员国, 又几乎涵盖了国际贸易的所有要素, 大宗商品贸易有出口天然气和粮食的俄罗斯, 有波斯湾地区出口石油最多的伊朗和沙特, 工业制成品及零部件贸易, 有世界头号工业强过中国, 销费市场则有两个十四亿级别的中营, 三个过亿级的埃及俄罗斯和巴西, 这些都是金砖国家实现去美元化的底气, 那马来西亚加入金砖国家, 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?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到的, 浙江集大地鼓舞那些, 本来想加入金砖组织, 但又涉于美国淫威的国家, 做出更勇敢的选择, 另一个则是马来西亚作为东盟创始国之一, 其在联盟内的影响力很大, 能更好地团结中国和东南亚同盟的关系, 最后一个是细节, 专门针对菲律宾的,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间有沙巴州的领土争端, 争议面积高达7.45万平方公里, 谁都不敢松口, 两年前双方还差点因此大打出手, 虽然中国向来保持中立, 但2015年我们曾获得了沙巴地区, 哥达基纳巴努港口的临时布局权, 海军的舰艇无需复杂的外交程序, 就能轻松在沙巴州靠岸布局, 而对小马克思来说, 更重要的则是该地区, 与杜塔尔特的大本营绵懒劳倒, 只有一弯之隔, 这个先手随时能把菲律宾的天筒破, 据路透社报道, 6月19日, 菲律宾副总统萨拉宣布, 从现任总统马克思的内阁中辞职, 辞去教育部长, 以及反叛乱特别工作组副主席的职务, 据悉这两个职务都是小马克思任命的, 这预示着杜塔尔特家族和马克思家族形成的政治联盟正式走向破裂, 所以好戏才刚刚开始。